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家化工工厂 14号晚上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 甚至引发大火 造成一个人死亡 一个人失踪 还有六个人受伤 位于加泰罗尼亚的塔拉格纳 是一个海港城市 人口有80万 是南欧最大的化学工业重镇 14号晚上 园内其中一家化学工厂 发生大爆炸 场景如同原子弹爆炸般 爆炸声远至好几公里外 都能听得见 红红的火蛇冲上天际 冒出庞大的蘑菇云 久久无法散去 加泰罗尼亚民房机构证实 蘑菇云不含毒素 不过还是建议市民留守家中 以防万一 这家化学厂专门生产 用来制造清洁溶剂 和塑胶产品的化学品 因此厂内有大量化学槽 现在我们有近30亿 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失踪 以及超过6人被烧伤 当地政府还在调查爆炸原因 虽然火势已经受到控制 但是通往工业园的道路 还被警方封锁中 严禁民众靠近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